是香港最好吃的 全香港最棒的髮型師和技術師 難得他自己主動買鍋鞋 YES! 很幸運,今天不用排隊 但我們再遲多五分鐘進來就吃不到 因為他在這裏兩天半的單位 然後你基本上單位要兩分鐘後他就上 要烏得很甜,因為現在很吵 我怕大家聽不到我說什麼 平時這間店是不可以訂單 如果晚上吃飯的時候 他就會排長龍,排到出街口 鑽上彎 是很驚人 這裏出名是一些泰式大排檔的小炒小食 現在這個Bird Noodle 即是他的船麵 聽聞,我們的好朋友的話 是香港最好吃的 排隊都值得 我突然很想吃 而且我叫了這個 我喝兩口而已 而這杯凍奶茶我會幫他喝的 我會幫他喝,最起碼喝四分三 其實不是很冷的 其實不是很冷的 我吃不下了 因為開始飽了 而且吃到底底,開始有點鹹 我都說鹹了 就是 誰都不聽我說 我們吃完就要離開了 因為他這裏三點關門 現在他的同事都開始吃飯 還有呢 這位仁興要趕著去修剪一下他的頭髮 爆爆 配合今天的主題 全港最正的 繼我們吃了這個全港最正的船麵之後 我們要找全香港最正的髮型師和technician 是誰呢 他叫Ted 和Dewey 很濕的 很濕的 待會你會可以看到他 濕著剪頭髮的技巧 是這樣的 我們看看全港最濕的髮型師 好 剛才介紹的那位Dewey 就是 八點錯了 都一樣 超錯 我今天做了一個 叫深層清潔的一個治療 他就把我所有的頭皮 污垢 那些產品 洗乾淨 讓他不用黏著頭皮 剛才做的時候 哇 很涼 很薄 他的頭都爽了 好少少條眉 其實我現在的髮根 已經是出了這麼大月色 但我打算是以後 由他慢慢 就生出來 因為這陣子天氣開始暖 那就是夏天來 我自己會用一些比較淺色的眉色 看上去就 精神一點 今早其實都已經化了少少底 才出門了 所以今天是不需要整個妝這樣化 現在真的補一點 讓他的樣子精神一點 因為妝已經掉了 少少啡色的眼影 少少令他立體的重一點 最重要配合我淺色的眉色 我想我的眼睛看上去比較軟 所以最近我平日出門 我會用啡色的眼線 混合在一起 其實是自然一點 而且眼睛看上去沒有那麼膩 我建議其實深啡色就可以了 我想我眼睫毛也不塗了 因為回去補充的時候 都需要時間 而且補充都會脫少少眼睫毛 我會看到少少的淺啡色的下眼線 和眼影 這樣就 自然一點 加少少妝 自然 T字位加少少highlight 我覺得最重要是 令整個妝看上去精神一點 就算妝很淡 就是塗上唇彩 你可以選擇鮮色一點的唇彩去配合 我自己喜歡橙紅色 珊瑚色 立刻清醒了 OK 收拾東西 可以了 大家想不想看陳先生剪完頭是什麼 哇 哇 你看這個 這個姿勢 整個準確度 你看這個角度 這樣 這樣 我都說是 全香港 自然的反應 還有體驗 我平時設頭 有時會找Nicol 她同樣都是II集團的 她幫我很多時候 設定頭 不同的造型 其實Nicol和Ted 他們就是 私套的關係 舒服 對我的腳最舒服 因為我要換多些平底鞋 所以我現在來試一雙 自然的白色的波鞋 這雙波鞋 其實她的板 收長一點 後面有少少的 少少的厚度 人又可以升高一點 其實要 碎她穿波鞋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這麼難得她自己 主動買波鞋 YES 所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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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